好接下来我们来证明一下 平行线解比率线段性质 刚刚提到4个 我们就分别证明这下这4个 三角形ABC中 这个假设D1分别为AB跟C上的一种 而且这个D1会平行BC 那题目要我们证明说 AD比上DB 会等于AE比上EC 那我们怎么证明这一件事情呢 首先我们做两条辅助线 第一条就从这个E点连到B 第二条从E点连到C 好那做完辅助线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来处理一下 左边的AD比上DB 这个AD比上DB 就相当于这一个黄色的三角形 跟这一个红色三角形的面积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黄色三角形跟这个红色三角形 它是等高三角形 它们的高都是这一条 从这边做随限一下 所以红色三角形的高是这一个 然后黄色三角形的高也是这一个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等高三角形 那等高三角形的面积比 会等于底边场的比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线段AD比上线段DB 会等于三角形AD1的面积 比上三角形DD1的面积 这是第一件事情 好看完左边的AD比上DB以后 接着我们来看右边的A1比上EC 这个A1比上EC 一样的道理 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这一个黄色的三角形 跟这一个蓝色的三角形的面积比 为什么 因为黄色三角形跟蓝色三角形 它也是等高三角形 所以等高三角形的面积比 会等于底边场 那么因此A1比上EC 就相当于三角形AD 比上三角形CDE 好那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就是三角形AD1 比上三角形CDE 好那我们比看一看 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式子 左边就是AD比DB 右边就是A1比EC 左边右边都来了 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右侧 都是ADE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上面这一个式子是BDE 就是这一个红色三角形 右边是这一个蓝色 左右这两个三角形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三角形我要告诉大家 它的面积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是一个平行线 因为题目告诉我们这平行线 那它的底是同样都是DE 两平行线间的同比三角形 它的面积会相等 所以我们要怎么写 因为线段DE 平行线段BC 所以三角形BDE的面积 事实上会等于三角形CDE的面积 那既然这两个面积相等 那这右边这个比就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这叫E这叫2 由E2我们就可以得知 线段AD比上线段DD 未等于线段AE 比上线段EC 那我们这里也就证明完毕了 习惯性我们都会写故得证 这样就证明完了 好 所以简单讲 左边的AD比上DB 就会等于这个三角形 比上红色这个三角形 右边的AE比上EC 会等于黄色三角形 比上蓝色三角形 那因为红色跟蓝色三角形 一样大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右侧 这个比一次的右侧 会一模一样 因此我们就知道AD比上DB 会等于AE比EC 这样就证明完了 那么我们就证明到 我们就证明到